周圍的環境其實已經有一點小小的複雜 所以這位藝術家是希望說 他的作品的造型簡單一點 非常極簡 那因為他是鏡面的 所以他會反映周圍的環境 所以他本身就會產生很多的色彩 然後像這一件作品 因為當初松本勳先生 他來到台灣要參與這個筆件的時候 他就是在周圍的環境看了一下 他就覺得是說 台灣的人都很開心 大家都很好像都非常非常的幸福快樂 所以就讓他想起了日本 就是有一個童話故事叫做青鳥 Bloober 那好像是西方的童話故事 就是只要看到青鳥就會帶來幸福 所以他希望他的作品就像青鳥一樣 大家來到這邊就可以看到他就得到幸福 很開心 看他在風裡面回轉 好像在跳舞 是非常開心的在舞蹈 他說因為松山社區的人們 都非常的幸福快樂 然後又有一個這麼現代的車站 可以方便大家的旅運 所以他把這個作品叫做 轉動幸福之環 所以他沒有太多的 複雜的藝術語會想要表達 他純粹只是希望這一件作品 跟這邊的環境 跟這裡的風 能夠做到一個融合 讓所有的經過這裡的遊客旅客 還有要回家的人 都能夠很輕鬆 看到這些作品很開心 這樣子 那他比較困難的就是在於 這個藝術家的製作的技術 就是在上面這個培林的裝置 那這個裝置都是他自己在規劃的 那整個作品的量體 他雖然很高 可是看起來非常的輕盈 主要也因為他會動 所以讓這個整個環境 就會看起來不會那麼重 就會比較 真的好像回家了 那個心情很輕鬆 腳步也非常的輕鬆 而且大家都可以在裡面穿梭 如果小朋友也可以玩 是這樣的一個環境 達達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他得標的有一組兩件作品 整組叫做在河轉彎處 就是剛才我們講喜口 他的古意是一個河口 一個彎角的地方 然後兩件作品 包括林順榮自己設計的 叫做時光鐵道迴旋 還有另外一位羅家惠小 羅家惠女 羅小姐的作品 大家看到的 就是這個一支一支 這個不鏽鋼 好像幸運草 這樣的一個造型的作品 那這個造型作品上面都有圖案 然後他其實當初的設計比較細 是因為讓風吹的時候 他好像會微微的顫動 然後呢 他在民眾參與活動的當中 有跟周圍的社區小朋友 然後畫那個小小的風鈴 都掛在這個車廂裡面 那前陣子有颱風的時候 他就來把那些小風鈴拆下來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掛回去 各位朋友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就是繁體制工作室 所得標的這一件 叫在水一方 這一件作品 我們剛才都有提到 錫口 錫口就是在河流彎曲之處 叫錫口 所以呢 這個藝術家 就是繁體制工作室呢 他也是利用這個名稱的造型 以及松山 以前是就是靠近基隆河這邊 也是有港口的功能 所以他就用基隆河 這個河流轉彎這樣子的一個意念 做了這一件在水一方的作品 大家看到 這個作品的設置呢 是從這邊 從前面有一個曲度 好像就是順著這個基隆河的這個流動的 在土地上流動的方向 去做的一個簡潔的造型 然後上面是用不鏽鋼 我就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覺得他在表現的意象 是河流旁邊不是會有蘆萎嗎 那些蘆萎 大家可以想像蘆萎的那個造型 跟他這個作品的這個造型 然後這個不鏽鋼 你看他為什麼會有這種粗細的分別 他上面有沒有 就是希望那個風吹微微戰動 然後他彼此碰撞的時候 會發出一點聲音 那麼在晚上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這個LED燈光變化 會有不同顏色的燈光起來 好 謝謝大家 那希望今天的導覽 對各位都有一些幫助 讓各位對於身邊周圍的這個 公共藝術更有感覺好不好 謝謝大家的參與 我覺得文化局能夠做這個 公共藝術的導覽 是非常好的一個做法 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個導覽 可以讓實際的像執行的單位 或者是藝術家能夠跟民眾 做一個互動跟接觸 用一個非常直接的方式 能夠讓參與的民眾了解到 成為公共藝術它設置的一個理念也好 以及公共藝術對於我們生活 還有對於環境的影響 這都是非常好的一個方式 只是說對於一個公共藝術導覽而言 我們目前雖然辦的場次非常多 但是參與的民眾 可能還是稍稍局限了一點 那麼我想對於文化局 或者對於我們這些執行單位 跟執行公共藝術的公司也好 或者團體也好 是另外一個課題 就是怎麼樣來擴大 跟作品跟民眾之間的一個直接接觸 當然導覽其實只是第一步 那麼未來有沒有一個更好的機制 能夠把這個導覽 可以更具體化或者更擴大 能夠讓更多的人能夠來接觸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否則我們每一年花這麼大的預算 做這麼多公共藝術 可是來往的民眾對他很陌生 他沒有親身的參與 其實所有的公共藝術品 都是來自於我們每一個人民嘛 我們人民的納稅的錢也好 就是政府的預算 所以我覺得要怎麼樣 能夠讓所有的民眾 更跟我們的公共藝術 產生一個連結 一旦民眾能夠注意這些公共藝術 進而了解它 進而喜歡它 我覺得這才是未來我們能夠把 公共藝術發展的更極致的一個方向